好 我们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 萨老师好 杨老师好 你好 那我呢 首先想卖个关子 我想让萨老师和杨教授 通过我的一个外貌和我的口音 猜一猜我是哪里人 是什么民族 应该像西北的女孩子 已经很眉毛 你是她的细啊 就是 当然名字也有一部分 但是主要是这个外貌 这个眼睛啊 眉毛啊 咱俩该不会是同一个民族吧 其实我是来自甘肃林下的 一位回族姑娘 欢迎你 那其实我身边呢 除了回族之外呢 还有很多找树民族 比如说东乡族 还有像保安族 萨拉族 我也会有很多的一些 像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的朋友 那现在我在北京这边工作呢 更多的是汉族朋友 那汉族朋友呢 对我的一些包括像饮食习惯呀 特别的尊重 那我们中国呢 是有着56个民族的一个国家 那我想问一问 那我们从尊重少数民族 到最终呢 达到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 思想文化的认同感 您觉得它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中华文化 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尊重和认同 我呀 接触国外的一些学者 他们到中国来旅行一圈之后 经常问的一个问题 说这个你们中国就是一个世界 特别是他们到新疆西藏去旅行 觉得你这个长相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 风俗不一样 你们居然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为什么 我说你要先学我们中国历史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概念 我们凡是民族有融合团结的时候 中华民族就会安定兴盛 相反就会遭遇各种挫折 我们56个民族 经过长期的历史经验积累 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各民族要团结一致 有共同的情感思想认同 像十六子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另外一个 我觉得跟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创造创新 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制度更具有根本性 长远性 那么现在把我们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制度基础 就是民族区域自治 我们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和自治权利 特别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 要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 这样才使中华民族保持着长期的统一稳定 谢谢萨老师 谢谢杨教授 谢谢萨老师